食堂里割了些芡石,包开泡壳,挤出芡石果,去掉薄衣,清洗干净,绿皮的是老芡石,红皮的是嫩芡石,用手就可以拨出来,倒入晒蓝自然晾晒,嫩芡石晒干后是黄色的,老芡石是红色的,准备石臼,芡石倒入石臼中砸碎,再倒入石膜反复研磨成粉。 今天闺蜜生日,做个好吃的芡石膏给她尝尝,再悄悄给她准备一个喜欢的包包,格物上大牌包不光有专业鉴别是鉴别保真,而且价格能比专卖店省好几千呢,七夕有活动,快去评论区看看吧。 准备模具,把芡石粉筛入模具中,边缘刮干净,铺上蒸垫,放上蒸架,倒靠,轻敲模具,小心地脱模,放入蒸锅。 盖上盖子蒸35分钟,加入桂花酱,营养又美味。 抖晕 0 Hestre 2